社会秩序就是成本最低的相处方式 就是我们设定好你的位置在哪里 你的权力是什么 你的权力边界在哪里 设定好之后 我们不需要重新去寻找 那么这样的话大家都成本很低 当大家都放弃了这种秩序的时候意味着什么 那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位置 因为大家都发现 我遵守这个社会秩序 我就是这个社会最傻的傻瓜 因为我在遵守其他人都不遵守 我为什么要遵守 所以大家都在放弃这个社会秩序的时候 每个人的利益 每个人的位置 每个人的势力边界 都变成不确定 所以整个社会处于一个不稳定状态 所有的参与者 都没有安全感 大家都恐慌 大家不要以为社会底层在恐慌 不是的 习近平跟你一样恐慌 我们 hemen这么多教训 我们在评论选的下方 我们就可以寻找一下 让我参与做一个很简单 我们在寻找一些 解决的络架 据到你 我可以做一个压力的 然后我尽量